台东市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广场上 立着一座仿自复活节岛的摩埃石像 它是南岛语族扩张到极东的标志 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这样的语言原出于台湾 而这些说南岛语的人群 则带着制作大型石器的传统深入太平洋 这座摩埃石像正看着眼前被搬进来的盐观 但仿佛若有所思 它是有记忆的吗 原关是日本人调查技术文化的 很有名的陆业中心 它认为那个现象是一个棺材 所以它命名叫做盐观 盐观是台湾巨石文化的一环 白手连的盐观被发现之后 台湾的巨石文化也开始受到注意 一度展开积极的研究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认识 却也激起更多难解之谜 平手运观尽 属于对策子的研究 效盐观尽 所以不容易也分析